萬彈起發 貴仔青梅打蛋 遞到台灣 請中共撤灰彈 我們就是知道的太多 統統無散 無差別的都打 打仗像打電動 從來沒有在現地演練過要怎麼防守 憑空想像 兩岸的關係緊張 兩岸的打仗是 如果要打的話 他跟烏克蘭還有俄羅斯 最大的不同就是 中間隔著台灣海峽 180到250公里遠 那這麼寬的海峽 也不是幾公里 他要橫渡海峽以後 再來登陸 然後再來搶灘 再來把他的步兵推到 橫山指揮手 推到總統府去斬首 去抓蔡英文總統 他會有相對的困難 而且台灣其實分好幾個軍區 南部有南部的軍團 中部北部都有 所以如果要來一定數量的解放軍 然後要攻破我們所有的這些愛口 所有的軍事設備 那你要計算一下 他要數以萬計的解放軍登陸 而且登陸成功才可以 所以如果真的打到 像烏克蘭跟俄羅斯那樣的狀況的時候 確實是 我覺得台灣海峽會是一個 我們的屏障 可是不要忘記就是 你不要一直想他登陸 他登陸之前 難道他不會 萬彈起發嗎 阿必要都講了 對不對 真的 對啊 歸亞青梅打蛋 對著台灣 請中共撤灰彈 對不對 那到時候萬彈起發怎麼辦呢 我們總是 不希望台灣變成戰場 但是你剛剛問的那個 蘇紫雲老師他基本上是 國防戰略研究所的所長 對啊 他是所長了嗎 他有好幾個所 他其中一個所的所長 那裡面包含之前的這個 霍首葉 馮世寬 都當過董事長 他就是這個怎麼講 就是蔡總統的 他主要的軍方的智庫 所以軍方智庫所提出來的看法 大家是可以參考的 我不管大家認不認同 那畢竟至少沒有辦法像子烏北 烏東 烏南還有克里米亞 直接就 部隊就直接往前推進 然後補給線這樣子 靠著坦克車 靠著這些裝甲車 跟這一些卡車 就能夠運補 他的裝備跟油料 確實是沒辦法 因為隔著台灣海峽 那也因為隔著台灣海峽 所以那個包含的 蘇紫雲博士他的看法是 美國能夠 他不是保護台灣 他也沒有在台灣駐軍 可是他在那個台灣海峽 集結的那個可能性 最近的是 然後呢 橫須賀海軍基地 還有關島 關島過來也就更遠 然後空軍的話 還有加首納 就是沖繩的基地 所以就是說 以這個狀況來講的話 就是美軍能夠 協防在這一塊 因為畢竟是第一島鏈的其中一塊 本來就是美國他會 他會重視的一塊 那我們不能跟大家保證 就是如果一旦兩岸發生戰爭 美國會做到什麼程度 但是至少 蘇老師的看法是 美國能有角色 就是 他是可以有啦 但 我跟你講 我們就是知道的太多 才會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因為 占領 或者是 所謂的兩棲登陸 那已經是二戰時候的 想法了 兩棲登陸 為什麼要挑你 還有有生戰力的時候 來登陸呢 他能不能 把你所有能打到的地方都打掉 那所以 好 那我們就假設回來 因為 畢竟我不是軍事專家 但是 就跑過以我 粗淺的國防常識來講的話 他一定會 他一定會 闖空等下一段時間 那我們也有愛過水飛 我們也會去攔截 可是你不可能都攔截到 那他會打什麼地方呢 以這個狀況看起來的話 如果他不是要佔你 他只要摧毀 那他當然會打你的軍事設施 甚至是電力設備 然後跟這些通訊設備的據點 直接打 那如果說他來了他還要使用 比如說像 俄羅斯打烏克蘭 看起來一開始也沒有在攻擊這些非軍事設施 可是到後來都攻擊 打下去沒辦法了 對啊 那這種時候 如果他是 無差別的都打 別的不講 我們就不說 因為這是 雖然是所謂的軍事機密 大家也都聽過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定的規矩 我們就不講那麼細 我們台灣 還有規矩喔 對 因為我剛有一個網友傳了一個訊給我 沒關係 等一下再講 因為阿偉要印給我 因為國防部都一直講說不能講這些事情 跟國防記者這個三令五聲 你看我長得像國防記者嗎 我以前是啊 我只是剛好住在國防部附近而已 你是最靠近神恨戰指揮所的 那人 所以我 特別擔心 反斬首 可是我跟你講我們講齁 這件事情 反斬首斬首這個事情 我有一次在邵康參議室講完以後 很多下面的網友講說 這會被 這會觸罰的 觸什麼罰 就是總統的那個 反斬首的 的七套劇本 那跑 那跑國防人都知道 他就說知道歸知道你不能講 但我覺得打到那種程度 也不要說什麼 那我們先跟大家講齁 我們現在就不講那個 因為佈置 這個好像是 可是問題是解放軍不可能不知道啦 你哪一個機場是什麼飛機 機場在哪裡他都知道 但我意思是說 他一定會攻擊我們的 就是 支援 許多網友了解 豬大的家一定會被炸 不會 幹我家就在旁邊啦 你其他不用講 50公尺已經算是很小的誤差了 但偏偏我家就在50公尺 範圍內 他不會直接打橫山指揮所 他不會只打橫山指揮所 不是不是他不會 他不會打橫山指揮所 他會打橫山指揮所周邊 比如說大直橋 那就我家呀 他會打大直橋 他不會打到這裡 因為他打不進去 他為什麼打不進去 他沿著 他沿著 我這樣講 那個重點不是打進去 他沿著大直橋那個方向 飛過來 就橫山指揮所啦 所以你去看那個地圖 某個橋他有一個這個指示 就是有沒有 對啊 他就還 之前有人討論 他說那一條 橋的那個方向 你直接拉 他就是 偏幾度 他就是這樣告訴你 This position 對 對不對 什麼直線距離500公尺 根本沒有500公尺 好不好 好啦偉翰 你自己講 不要說我 怎麼樣你就念 就是因為我本來想說 你顯然是現役官兵 他說不方便連線 因為會害到現在的學弟妹 好 第一個 你來 這個他自己講 這就是一個網友寫信給學衡 對 他說待過的單位 他覺得有幾個事情擔憂 比較擔憂 看起來他是特戰單位 他說第一個通訊裝備 根本沒有辦法通連的一堆 然後特戰現在連抗噪耳機也沒有 都要靠手勢 好我這邊解釋一下 他OK 抗噪耳機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那種喉帶式的 有沒有 各位那個老漢有看過警匪片嗎 SWATING是不是就帶這個喉帶式 他可以 不用發出聲音 就用喉頭說 你大哥也有 中國大哥也有 朱立倫學賈伯斯在演講的時候也有 幹那 那是 那是 耳麥好不好 我說的 喉麥是震動式的 在這邊 他那不是耳麥 他那個是 就黏過來 電燈黏的還蠻沉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打那個 朱立倫是你大哥 朱立倫 帶那個不是震動式耳麥 你真的不懂 他是不是你大哥 他不是我大哥 他連我小弟都不是好不好 那他不是朱大哥嗎 都不是 是我是 是我是 有沒有 所以他叫我朱大哥 好幹 好這個簡單解釋 特戰弟兄需要的 跟SWATING特勤需要是一樣 就是 這邊有個收音麥 然後你聲音不用出來 你直接講了 人家無限電就聽得到 這一個網友說的是 連抗照耳機都沒有 要比手勢 就這樣 好 請問這怎麼辦 第一個沒有抗照耳機 裝備不OK 第二個 單兵急救包沒有攻發瓶 所以戰場如果中彈的話呢 就只能夠往後送 送給醫務所的軍醫去處理 所以軍醫到時候會救人 救到累死 然後沒有被軍醫救到 就直接 失血過多 就陣亡 他意思是說 阿兵哥在前線沒有 急救自己的能力 就對了 身上你應該要有一個 小的急救包 也許有針線 也許有 這個 潘尼西林 也許有 繃帶 這是特戰部隊喔 這不是我們一般大紅兵啊 等等 最近大家都在想說 打上槍打電動 所以就是他會有一個 畫著紅十字的包包在那邊 你這樣一靠過去 就 不滿血嗎 這個感覺好像在金錢爆 就已經 我重大了 然後就馬上爬過去 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紅十字包 一靠過去 一碰到又 我就可以再去打了 是這樣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好了 很遺憾不是 那怎麼辦呢 那這時候就發下去啊 幹你啊 不要嗎 什麼叫沒有公發品 就是根本沒有 每個人標準應該都要有一包 他現在沒有 你要嘛自己買 要嘛等人家發 就是沒有 好第三個 這個戰備部隊負責的區域 從戰備到下戰備 從來沒有 在現在的現地演練過 從來沒有在現地演練過 從來沒有在現地演練過 要怎麼防守 所以就沒有在真正的那個 那個位置 這個是特戰部隊的 他講那個重點 然後把它念完 再來解釋 我們是北部地區的戰備部隊的一個單位 主要負責反特攻跟反空降 大概知道在哪裡 但高層只會叫我們憑空想像 整天關在營區模擬 實際看到的 那重點是自己模擬跟實體看到完全不一樣 所以劇本永遠都是 國軍必勝 從來都沒有演練過失敗的劇本 好像解放軍都笨蛋一樣來就被打敗 那不知道會遜而遜 黃耀翰講那個東西啊 是投書的這個網友 他是負責反戰手的 反空機將 反特攻的 但他說從來沒去那個現場演練過 所以不知道 現地演練要怎麼辦 如果是高爾夫球場 要怎麼封鎖 不知道 要怎麼演練 他如果是反戰手 他要怎麼撫去 沒去過 在這個 投書裡面說 不知道 他的意思就是 從國前面確實也沒有演練過啊 他不開放你演練啊 你不要說總統裡面喔 你知道總統內部的配置圖嗎 你要撤出的時候 你知道外部人員要怎麼去救他嗎 他不知道對不對 他說從來沒演練過 所以我比他還熟 對啊 我在總統裡面混了八年 推薦大家這一台旺旺的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三分鐘喔 他就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神 你只要一瓶的電解液 可以生成兩百公升的水神 要去哪裡買呢 上快點購的網站就可以買到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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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好 來